你好 欢迎收看5月23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如以慧 0403地震重冲花莲各界爱心不断持续响应援助花莲震灾 国际事实会300B5区创区的总监翁明哲和全体师友 特别拜会了县政府县长徐正卫也捐赠了新台币100万元 由县长徐正卫代表授证 希望届时善举抛砖引玉 邀请各界共同来为灾后重建的漫漫长路进一份行李 新闻学院表示 花莲有许多建筑物因此在大地震受损严重 据统计有27件40栋集合式住宅 136件单一住宅账贴红黄丹 红丹有影响公共安全余力的建筑 花莲省政府强制拆除共计13栋 加上600多件台积电以及磁器基因会协助的修缮 共计超过2000件 地震灾后重建制度漫长而且艰辛 为了红黄白当户也可以上款补贴建筑的修缮 将尽快协助住户早日回到自己的家园 花莲省政府成立重大灾害民间震灾捐款装户 0403大地震救灾捐款装户 民众的每一笔爱心捐款每一份上款 对灾民尽速恢复正常生活以及灾后重建都有极大的助力 截至到5月12号下午5点半为止 金额高达516千多万元 金日国际市职会300V5区率领出席 贵民包括创区总监欧明哲 金国市职会会长陈晓林 2425年度总监周修凤 行销长彭柏林活动长潘庆辉 23到24年会联谊会主席张明峰 方式处主任怀宁乐等人来见证 记得喜欢华士华道